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许可知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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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染》 這個問題应该找马医生幫忙 醫生 你好 你好 嘉迪 我們宜蘭排解又收到新的問題 有個朋友最近患上了卵巢癌 其實他身體狀況一向都不錯 但誰知確診的時候已經知道是晚期 究竟怎樣才有機會知道自己患上了卵巢癌 其實卵巢癌初期的病徵不太明顯 很容易被患者忽略 而且卵巢癌的症狀 很多時都跟一般的腸胃不適 消化不良很相似 譬如肚痛 肚脹 便秘 小便頻密 有時會覺得比較疲倦 甚至乎是背部痛 都是可能出現的症狀之一 引致很多時候大部分的卵巢癌患者 當他們發現自己患上腫瘤的時候 都已經是晚期 錯過了可以盡早治療的時機 所以我們都鼓勵大家 如果真的長期有以上的病徵 就要盡快找醫生檢查 希望可以盡早治療 去增加治癒的機會 原來是這樣 我們都明白了 讓我回去整理一下資料 快點分享給朋友們 謝謝你馬醫生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